微型小学是我国长久存在的问题 教育部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3月31号 国内就有2996所微小 华小占了578所 教育部长马哈基尔 今早在国会部长问答环节中 列出长期和短期方案 避免浪费资源 短期而言便是鼓励校内班级合并 好比2和3年级合并 4和5年级合并 至于1和6年级依旧独立上课 至于长期计划 便是希望5公里内同源流的微小合并 但前提是必须获得家长同意 级合并比较5公里 我们能够线 但这种程度也有提供 由于沙拉瓦 要求我们能够线学校 级合并比较5公里 我们能够线成为1个学校 教授也列出数字 指政府每年拨出21令吉 协助微小运作 必须承担每一名学生 每年67,130令吉费用 相比普通学校的每人 5,321令吉 这高出12倍 不过马哈基尔强调 政府绝对不会减少微小的资源 依旧按照规定 委派7到11名教师指教 并且承担清洁和保安费用 确保微小有足够资源教学 八度空间李运祥 国会大厦报道